刘佳玲借出千亿豪宅,只为给她办个party吗? 国内著名社交达人刘佳玲女士,于1995年购入香港半山的一处平层豪宅,透过露台,近可揽山,远可跳海。 另有设计师好友亲自操刀,色彩复古浪漫,家具富贵逼人。 现如今,刘女士携丈夫早已办理,控制下来的豪宅用作家邻会客厅。 从前,这里招待过喝到微醺的舒淇张子怡,前几天她又迎来一批香港名媛。 林田二,香港娱乐大亨林建月与前妻谢玲玲的长女。 公公是香港烟草主席、星岛新闻集团主席和祝国。 两位前辈都是紫金勋章的获得者。 六年前,这对富三代与富四代强强联合的婚礼商,聚齐了香港四大家族,以及历任香港特首及澳门特首。 围在她和刘嘉玲身边的也都不是等闲之辈。 有富商行礼员的大女儿邢嘉倩,爵士邓永强之女邓爱佳, 曾继华家族的曾昭仪和曾昭亮。 其中呢,曾昭仪还是何超穷的干女儿。 另外呢,还有丽邦副主席家的儿媳妇冯于慕庄。 他们来这里参加派对,刘嘉玲出房子,庆祝的是林田二的生日。 当天,嘉玲姐不仅准备了好酒好菜, 还负责带节奏,领着一众名媛妹妹们大跳浪劫主题曲《无价之解》。 各种照片都在向外界释放信号,他们交情不浅。 真要论起渊源这帮名媛,很多可能都是刘嘉玲小时候看着长大的。 先说寿星林田二的爹地。 2007年,刘嘉玲在自家酒吧过生日。 前一天,刚带着电影《投名状》来上海做宣传的林建月, 当晚一高兴喝多了,出酒吧的时候走不稳,需要被人扶上车。 另一位邓爱家父亲邓永强,生前和刘嘉玲是挚友。 2013年,他俩合资在香港湾仔开设家具生活店邓邓邓邓, 名字来自《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开头那四个节奏。 店内专卖中国传统设计家具, 店纸呢位于湾仔的一处百年老当铺。 刘嘉玲年轻的时候名字就总跟富豪扯上关系, 当初差点嫁给富家子弟许静亨, 无奈被豪门棒打鸳鸯, 但他一直保持与富商打交道, 经常被拍到共进晚餐。 后来他拍戏越来越少, 专心投资,开店, 除了自身眼光独到,经营有方, 也少不了身边高人之点。 现在富商们年纪大了, 手中的资源人脉逐渐转移到下一代手中, 而这些名媛们恰好满足人妻女儿身份, 身上自然背负着父亲或富家的豪门关系。 再加上刘嘉玲也和梁朝伟成家多年, 这个时候再冒出花边新闻也不合适了, 维系好眼前的这群小姐妹, 是她巩固新资源人脉的重中之重。 其实就在一个多月前, 同样的地点, 另一位名媛刚来过过生日, 流程也差不多, 精美的布置, 可口的蛋糕, 以及贴脸自拍和大合照。 合照中最右边那位高挑美女, 是影星周丽琪的姐姐周文琪, 嫁给法国富二代, 办的是古堡婚礼。 公共Richard是全球第二大奢侈品代理商Richard Mort的高层, 经常和他们俩玩在一起的叫雷琳静怡, 丈夫是目前全球最赚钱巴士家族之一, 九龙巴士太子爷雷赵光, 因此他也被称为酒吧媳妇。 前段时间, 三人小团体聚会, 手里拿着天价葡萄酒, 网友感慨他们喝掉了一套房子, 从同龄段的雷静怡到小二十岁的林田二, 各路名媛都成为刘嘉玲的朋友, 眼看着她交际圈规模越来越大, 放眼望去娱乐圈能接班刘嘉玲的女星, 我想到了杨颖。 不久前, 一张堪称现实版的三十而已的合影被吵得沸沸扬扬。 若不是提前说这张照片里有AB, 你都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压住明星光芒的姑娘们, 个个来头不小。 C位白衣服品牌, 莫妮可老板, 紧邻AB的是红蜻蜓集团家的儿媳, 前排黑衣服名叫王一珠, 温州日清集团千金, 比剪刀手的姑娘。 公共是中国酒黄奴隶园, 三十而一里, 梁海王多次带王曼妮去的品酒会, 就是在他家开的会所, 博恒无无取得紧。 杨颖十三岁, 从上海搬去香港, 很大一部分人际都留在了港岛, 据他所说, 现在这群上海白富美朋友, 是他通过带孩子认识的。 他们有个小群叫Ris, 除了约饭就是六娃, AB主要负责订餐。 听起来, 好像唏嘘堂堂千万流量的大明星, 竟沦落到被挤到边边给人买饭。 我觉得网友可能是多虑了。 一方面朋友们之间站位很随机, 其中一位还转发了安吉拉贝贝的澄清微博, 解释这不过是场偶然世界。 另一方面, 任何关系都是价值交换, 朋友和安吉拉贝贝在事业上相互帮衬而已。 早在2018年, AB就当上了红蜻蜓的代言人, 和金主爸爸家的儿媳妇走得很近, 就很好理解了。 今年7月, AB抖音直播首秀 卖Monaco的家居套装, 帮朋友带货相当拼命, 还搬出自家也在用, 等于说买到就是女神同款了。 最近大家对白冰借礼服的事, 应该都有所耳闻。 那么拥有一个家里, 就是国内宝格丽, 菲拉格木等一线大牌代理商的朋友, 是不是借衣服也不犯难了呢? 说到这儿, 想必你们也能想明白, 为什么刘嘉玲会和小20岁的女人一起放飞自我? 为什么大牌如Andra Baby和素人交往看起来有点委屈? 如果你有兴趣, 百度一下每年国内外的女明星收入榜单, 你会发现, 那些位于财富榜顶端的人, 拍戏代言往往没你想象的那么多, 他们的广开财路来自于生活里, 伸向不同触角的产业。 而且, 明星虽然高收入, 但同行竞争压力大, 角色要强, 代言要争, 还得处处谨言顺行, 一个不小心就会跌落神坛。 和明媛白富美们做朋友, 彼此来自不同的阶层, 没有利益冲突点, 这些站在C位的贵富朋友, 甚至还能为女明星带来更广的资源, 就算不一起赚钱做生意, 也能各取所需。 不过, 想要打入另一个阶层的圈子也非意识, 你需要熟悉他们的节奏, 习惯他们的作风。 首先, 真正的明媛是低调的有闲之人, 安吉拉贝贝也说自己是有一年时间没拍戏, 专心在家带娃, 才得以结识这帮朋友。 关系的打点和维护都需要时间成本, 像这次, 引得全网开吧, 其实也给明媛朋友们带去了不少麻烦, 所以, 舆论一出, 他就删光了相关社交动态。 今后, 流量与社交怎么权衡, 对女明星来说也是个考验。 其次, 千万别低估名媛, 不平单只是基础, 有才使眼界的人更多。 就像顾佳出入太太团那会儿, 老钱李太太瞧不起新贵, 爆发户王太太, 也不过心心好就带你玩玩而已, 他们可以给你机会, 也可以随便丢一个破茶场, 把你给坑了。 顾佳真正获得精明王太太的认可, 不是因为她放得下身段, 而是顾佳让人看到了她的价值, 不可替代心。 像做蛋糕, 送拖鞋这种事, 很多人都能做, 但查到小明星的命名方法, 组织一场贵妇下午茶, 安排一次慈善活动, 就不是人人可以实现的了。 最后, 搜索性人才一定是广结员会来事儿的。 AB从模特到如今的高人气, 在娱乐圈里摸爬多年, 不难垂炼出高情上, 只是据她自己回忆, 她说, 我过去不会说不, 以前太好说话了, 从来不会发脾气, 妥协太多了。 与她相熟了数年的助理, 说这么多年, 安芝拉比比唯一一次发火, 不过是因为自己忘记拿一样东西, 结果她多念叨了几句之后, 助理顺口回了一句, 知道了你别吵了, 她马上收声就怂了。 没有权威, 再打入名媛圈初期, 也许还能吃得开, 但日后想要对资源人脉, 运筹帷幄, 可能还需要主动强势一点。 AB们目前只是拿了张门票 入场而已, 想要能成为下一个嘉玲姐,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先要破壁, 才能出圈, 名气与半山豪宅的C位 并不是等同的。